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象一下 苏格拉底在雅典的广场上 手里拿着一杯毒药 心里想着 我这一生都在追求真理 今天就算死也要完美地结束 这时 旁边的柏拉图可能会打断他 老兄能不能先喝一口水再说 这就是完美主义的一个幽默侧面 有时候 我们为了追求完美 反而忽略了生活中那些简单而美好的瞬间 完美主义的好处显而易见 他激励我们 追求卓越 推动我们不断进步 比如 许多成功的科学家和艺术家都是完美主义者 达芬奇在画最后的晚餐时 甚至为了一个细节反复修改 直到他自己都快疯掉 结果呢 我们今天依然为他的作品赞叹不已 然而 完美主义也有其阴暗面 它可能导致焦虑 拖延 甚至抑郁 想象一下 一个学生为了写一篇完美的论文 熬夜到天亮 结果第二天在课堂上却因为疲惫而打瞌睡 教授问他 你在想什么 他回答 我在想 完美的睡眠是什么样的 这就是完美主义的另一面 追求完美的同时 往往会失去生活的乐趣 所以 如何在完美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试试足够好的理念 就像我在课堂上常说的 如果你能把一篇论文写得足够好 那就比写得完美 但拖延到最后一刻要好得多 毕竟 完美是个神话 而足够好才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最后 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讨论 完美主义就像一把双刃剑 使用得当可以成就伟大 使用不当则可能让你在追求完美的路上迷失方向 希望大家在追求卓越的同时 也能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个不完美的瞬间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使用技巧 设定合理目标与自我宽容 当然可以 设定合理目标与自我宽容 这可是一个既严肃又充满趣味的话题 让我们从古代的智慧开始穿越时空 看看如何将这些理念应用到现代生活中 首先 设定合理目标就像是古代的航海家在出海前要仔细绘制航海图 想象一下 如果他们只是在海上随便划一条线 结果可能会是我今天要去印度 但最后却漂到了南极 所以 设定目标时 我们需要明确方向 确保目标积聚挑战性又可实现 就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 目标不是为了达到 而是为了引导我们前行 接下来 我们来聊聊自我宽容 这个概念在古代也有体现 尤其是在佛教中强调对自己的慈悲与理解 想象一下 一个修行者在冥想时 突然被一只蚊子叮了 他可能会想 这只蚊子真是个小导弹 但我不能因此而打扰我的内心平静 同样的 当我们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遇到挫折时 给自己一些宽容和理解 才能更好地继续前行 让我给你讲个有趣的故事 曾经有一个年轻的画家 他立直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 他每天都在画布上挥洒汗水 然而每次完成的作品都让他失望不已 于是 他决定设定一个合理的目标 每天只画一只小鸟 结果 他的画迹逐渐提高 甚至有一天 他的画作被展出 成为了当地的明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设定小而具体的目标 能够让我们在实现过程中获得成就感 而不是被庞大的目标压垮 最后 设定目标和自我宽容的结合 就像是调和一杯完美的鸡尾酒 你需要有明确的配方 目标 但也要加入适量的冰块 宽容 这样才能让这杯鸡尾酒既清爽 又不是风味 记住 人生的旅程不在于你是否完美 而在于你是否在不断前行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设定合理的目标 给自己一些宽容 享受这个过程吧 毕竟 生活就像一场精彩的戏剧 重要的不是结局 而是你在舞台上的每一个瞬间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案例分享 小张的完美转变 当然可以 今天我们来聊聊小张的完美转变 这个故事不仅有趣 还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深刻的启示 小张原本是一个典型的宅男 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家里打游戏 追剧 偶尔出门买个外卖 生活简单的就像一碗白开水 朋友们常常调侃他 小张 你的社交技能 是不是被游戏里的 NPC 非玩家角色 给取代了 小张总是笑笑 心里却有些不以为然 然而 转折点出现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 小张的好友们 决定组织一次户外活动 强行把他拉出家门 起初 小张是满心抵触 心想 我宁愿和我的游戏角色一起打怪 也不想在外面流汗 但在朋友们的坚持下 他还是勉强答应了 活动当天 小张穿上了 他那件已经有些褪色的T恤 心里想着 这次 我就当是为了朋友们的友情出一份力 然而 没想到的是 这次户外活动 竟然让他体验到了久违的快乐 爬山 野餐 甚至是和朋友们一起打球 小张发现 原来生活中 还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 等着他去探索 经过这次活动 小张的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开始主动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甚至加入了一个篮球队 朋友们都惊讶地发现 小张不仅变得开朗了 连打球的技术也突飞猛进 简直像是游戏里升级了一样 当然 小张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他在这个过程中 也经历了不少尴尬 比如第一次上场打球时 球飞到了旁边的树上 结果被朋友们调侃成树木保护者 但小张并没有气馁 反而用幽默的态度化解了尴尬 没关系 树也需要锻炼嘛 小张的故事告诉我们 生活就像一场游戏 只有勇敢地走出舒适区 才能解锁更多的成就和乐趣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时刻 像小张一样 陷入了自己的小世界 但只要愿意尝试 生活的精彩 总会在不经意间展现出来 所以 下次当你觉得生活乏味时 不妨像小张一样 勇敢地走出去 或许你会发现 外面的世界 比你想象的要精彩得多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总结祝福 在不完美中找到自我 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 我们常常被完美的标准所困扰 无论是社交媒体上 那些经过精心修饰的照片 还是职场上对完美员工的期待 似乎每个人都在追求一种 无可挑剔的状态 然而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观点 在不完美中找到自我 实际上是一种智慧和艺术 让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曾经有一位著名的日本陶艺师 他的作品 以其独特的缺陷而闻名 每当他完成一件陶器 总会故意在其中留下一道裂缝 有人问他 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微笑着回答 因为这道裂缝 让每件作品都独一无二 正是这些不完美 才让它们更具灵魂 这个故事 让我想起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我们常常会因为自己的缺陷 而感到沮丧 觉得自己不够好 然而 正是这些不完美的地方 构成了我们独特的个性和精力 就像那位陶艺师的作品一样 我们的生活中也有许多裂缝 它们让我们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试想一下 如果每个人都完美无瑕 那生活将会多么无趣 没有人会想要和一个完美的人交朋友 因为它们太过于完美 就像一块没有瑕疵的巧克力 虽然看起来诱人 但吃起来却没有任何惊喜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在不完美中找到自我 学会欣赏那些小缺陷 或许你在工作中犯了一个小错误 或者在生活中经历了一次失败 但这正是你成长的机会 每一次跌倒 都是一次重新站起来的机会 而每一次的裂缝 都是你独特故事的一部分 最后 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分享 在不完美中找到自我 正是人生的艺术 希望大家都能在自己的生活中 找到那些独特的裂缝 并为之欢呼 因为 正是这些不完美 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精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冥想词 接受自我的温暖时刻 冥想词 接受自我的温暖时刻 听起来像是一个温柔的拥抱 或者是你在寒冷的冬天里 终于找到了那杯热巧克力的感觉 今天 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主题 带点幽默 带点智慧 首先 接受自我就像是和自己 进行一场亲密的对话 想象一下 你在镜子前 看到那个有点凌乱的自己 心里想着 哎呀 今天的发型真是艺术风啊 这时 你可以微笑着对自己说 没关系 至少我有个独特的风格 接受自我 就是要学会欣赏自己的不完美 毕竟 谁能抵挡住一头艺术风的魅力呢 接下来 温暖时刻的概念 就像是你在忙碌的一天后 终于躺在沙发上 享受那一刻的宁静 想象一下 你的生活就像是一部电影 时而是动作片 时而是喜剧片 甚至偶尔还会变成恐怖片 接受自我 就是在这部电影中 学会欣赏每一个场景 无论是高潮迭起的追逐 还是静谜的独白 你可以对自己说 我就是这部电影的主角 尽管有时我会摔倒 但我总能站起来 继续演下去 在冥想中 我们常常会被 教导要关注呼吸 放下杂念 其实 这就像是 在给自己一个暂停按钮 让我们有机会 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 想象一下 你的内心就像一个 五光十色的游乐园 里面有过山车 旋转木马 还有那种让人晕眩的 飞天大摆锤 接受自我 就是在这个游乐园中 勇敢地尝试每一个项目 尽管有时会感到害怕 但你知道 乐趣总在于体验 最后 接受自我的温暖时刻 也可以是一个小小的仪式 比如 每天早上起床时 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 或者在晚上睡觉前 给自己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你可以说 今天我做了很多事情 虽然有些事情没做好 但我依然是个了不起的人 这样的小仪式 不仅能让你感受到温暖 还能让你在忙碌的生活中 找到一丝宁静 总之 接受自我的温暖时刻 就像是一杯热巧克力 甜蜜而温暖 无论生活多么忙碌 记得给自己留一点时间 享受那份温暖 接受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毕竟 生活就像一场精彩的表演 而你 就是那位最闪亮的明星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 探讨了一个非常有趣 且深刻的话题 完美主义 我们看到 完美主义就像一把双刃剑 他既能激励我们追求卓越 又可能让我们陷入自我怀疑的泥沼 我们通过古今哲学家的智慧 结合小张的故事 探讨了如何在追求完美 与享受生活之间找到平衡 完美主义的好处在于 它促使我们不断进步 然而 过度的完美追求 却可能引发焦虑和拖延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尝试设定合理的目标 给予自己一些宽容 正如那位陶医师所展现的 正是生活中的裂缝 让我们更具灵魂 在结束之前 我想提醒大家 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 欣赏自己的不完美 是多么重要 每一个小缺陷 都让我们的人生 更加丰富多彩 生活就像一场精彩的戏剧 重要的不是结局 而是你在舞台上的每一个瞬间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完美主义 有什么样的看法 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 你又是如何找到平衡的呢 欢迎大家分享 你们的想法和故事 让我们一起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 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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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